我永远相信这个世界有平行时空的存在,所以当顾南迪和陈香的故事完结,小编又期待起王凯和谭从云的故事,而且小编也认定他们在剧中的感情一定是真情实义,而且两人真的很合适,无论是对待工作,对待爱情,对待事情的态度都很像,都不炒作非温,很真正,而且王凯很绅士,谭从云很可爱,绝配,但是这种事情还是要看缘分,希望接下来有二大,或者有各种活动, 能够一起出席,多谢相处的机会,其实小编刻两个人的CP真的是已经入了魔,单单是两个人的花絮,小编就已经来回看过很多遍了,每次观看都会被他们的氛围感给狠狠吸引,以至于小编现在已闭上眼睛,脑子里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就连做梦都会梦到两个人步入回忆,所以小编很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王凯会捧着鲜花为坦松雨穿上美丽的婚纱,期待他们可以 照进现实的那一天,相信很多网友都如现在的小编一般,在荧幕前实时关注他们两位,在无声的夜晚疯狂恩刷他们的花絮,在现实生活中守得云开盼月明的一天,其实这真的不能怪我们都想,实在是王凯坦松雨这两个人实在太好客,可以说句句回忆是事件真心,前段时间,坦松雨在一次采访中被主持人问及,你现实生活中的 理想男友是什么样子,坦松雨回答说,对我好,是好,那么是不是凯凯王对松雨的这个样子呢,还有在发布会上,主持人问坦松雨,交付而行中,王凯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坦松雨回答说,两眼,是好笑的样子,真的好像在外面炫耀自己丈夫的小妻子,而且当时王凯的反应也很特别,所以脸期待到开怀大笑,真的就将内心的情绪 毫不避讳的表现出来,而且大家知道吗,男生只有在遇见自己喜欢的女孩才会变得特别,大家看看王凯那时时关注坦松雨的眼神,那片场一遇到坦松雨就变幼稚鬼的模样,说实话爱真的不要太明显,只能说拥有一副女高中生脸的坦松雨,真的很能拿捏住开开旺的心,在国军生典上,主持人何俊花式夸奖坦松雨,点评坦松雨拿捏住了年龄迷茫,而这个时候同样在坦上的开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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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就不由自主的拿起了话筒,小声附和了一句对,这骨子认真劲儿,真的有点家属带收表演的及时感了,而且观众朋友们还发现了一点,当何老师邀请黄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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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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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拍网开 坦苏玉却突然说话打断了她 还不明所以的端起了饮料挡住了她 做完以后就转头回去跟卡卡王说话 然后在一块笑着面对大家的镜头 这些行为是吃醋吗 还是因为那该死的詹有余啊 但一个女明星的度量怎么可能如此低 即便是真的在吃醋 也不可能在镜头底下对着一个粉丝 进行坦而皇之的阻断 所以苏玉你爱的太神诚了吧 要知道自从电视剧 向佛儿行播出以后 柳油们都特别看好他们俩 两个人的互动都是有来有往 又不是一味的单方面 而且似乎不只是观众在坑 就连全内人士已在引领暗里的撮合 在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 主持人许问坦足运 能不能跟剧中的那位角色 现实演员王凯在一起 这问题问的简直就是我要我们的嘴呀 这样使人的撮合还不明显吗 而坦足运对此也是给出了三个字的回答 没有明确的拒绝也没有明确的认定 但是经过这么一看的话 两个人之间也并非毫无可能呀 预局怀疑也是一种进步 毕竟当粉丝朋友询问坦足运 对这部剧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时候 谭苏玉的回答是扬眼 说完就跟王凯一起乐呵呵的笑了起来 是什么地方扬眼呢 是剧本吗 还是王凯长得很扬眼呢 而凯凯王这边也是很不争气 只要一靠近日家 脸上的表情就忍不住的开心 完全就收不住 这不禁让人想引用剧里的一个梗 顾南婷的妈妈对顾南婷说 来让你笑成这样的女孩不要错过 那么凯凯王也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令自己爱笑的女孩呀 况且谭苏玉她一看就是个不错的女孩 长得甜甜蜜蜜的 完全无攻击性 面相很善良 谭苏玉她很干净很善良 就好像不是圈内的人 而是林家的大姐姐一样 而且她很努力 一个人在一步的圈里担担独斗 不过去追求林宇丽 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很喜欢唱歌会谈尤克里里 会弹琴她很爱笑 她的笑很质疑 一看她笑简直心都化了 她朋友很多 路人员很好 非常宠粉丝 人品完全没有必要怀疑哦 只是在娱乐圈中 对于女明星的柯柯和重伤 一向不少 谭苏玉也经历了一场 严重的网络暴力 最重要的亲人意外离世 K粉们却针对她最痛的伤口 毫不留情的下手 铺垫开地的通告 都是对她的指责 后来在向我的生活当中 温暖的何炯老师 为她解释 她忍不住红了眼眶和哽咽的话语 让人忍不住心疼 小小的身体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那些伤害 谁有想过 她是怎样度过那刻晚上的呢 以前可能很多人 只是听说过 有一个女孩 她叫坦苏玉 知道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 知道旋风少女里的坦苏玉 知道甄嬛传里的宠儿 但并没有深入了解过她 后来因为锦衣之下 大家发现这个宝藏女孩 她优秀努力 不争不强 尤其是锦衣之下 路易和金夏分手那里 那场没有大任了的戏 当时跳到椅子上是她自己的想法 而且那天为了演得更真实 她喝的是真酒 导演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她对于作品决策的认真 拯救了古灵精怪的远金夏 也拯救了观众心中的柳元易金夏 可以说坦苏玉 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灵气 又大又圆的行星也 加上她甜甜的笑容 不就是从动漫中走出来的人物吗 所以在向佛人行之后 我考古了她另一部剧心意之下 发现她真的很适合这种 可可爱古灵精怪的女生形象 而且眼睛再加于这个类型的角色 非常纯属灵动 太可爱了 如今我虽然只是个路人巨粉 但真人的坦苏玉 给人的感觉比较稳重时尚 偶尔又有些小可爱 很喜欢她的气质 同样王凯也是小编 非常喜欢的一位明星 所以本人非常希望 两个人最后可以走到一起 最后祝福两位 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事业也越来越好 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毕竟艺人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才能使观众幸福